今天我们就选不了主席了 现在是够钟 这个会议到此为止了 我们也不会参加下一次会议 主持不是主席 都选不了主席的责任在你身上 是你失职的 因为你做主持没有效率 或者你是刻意拉布 像郭榮鏗那样 为什么我们要求要讨论教科书教材 因为收太多的投诉 家长是有权投诉的 不可以说这些是教育专业 我们老师说了事 教协说了事 不准人投诉 你们民主派都讲问责的 都讲透明度的 都要在阳光下讨论的 你们刻意用尽所有的手段 不让人谈 我觉得真的非常遗憾要谴责 是你的责任 我希望这个是你失职的责任 但是来到今天这个时间 其实我想大家都明白 再继续下去 价值也不太大 而现在也真的到了 我们这个会期的尾 根本没有时间安排到 明明是拉布 明明是不想选到这个主席 明明是不想这个会去讨论 这个教科书和教材的问题 明眼人都看得到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不想谈不敢谈 不接受市民的声音 不想听到家长的声音 这个是你们的问题 我们收到这么多的投诉 有很多涉及 一些老师的专业操守的问题 叶建源当然 为了抱怨他的老师 他就完全不让你谈 我的态度就是不让你谈 你的立法会不能谈 不准谈 于是当没事发生 我就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